或许生活的压力真的太大 才促使儿媳临庭 想让自己的丈夫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而不单单是为了一个喜好 而不顾家人的温饱 面对着社会发展的压力 少事高销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这门记忆该何去何从 如何才能让儿子儿媳 继承这门记忆 则成了埋在少永生心里最大的癥结 你不能鼓当她的爱好 她已经结婚 她不是说她爱好什么就去做什么 因为她现在有女儿有我 不应该说是喜欢什么 她就去做什么 是啊 她喜欢这东西 根本维持不了家里边生活 她喜欢这东西 能拿金钱呢 衡量不了 好 赵先生 是这样啊 你刚才说喜欢的东西 我们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我赞同你的这句话 但是你要知道儿子现在 他不仅仅是你的儿子 他也是父亲 他也有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那这个家庭现在需要他去赚更多的钱 我不管他怎么样 他必须就过了下船 他是我的儿子 我得说了就算 那万一儿媳妇过不下去 不跟你儿子过了怎么办 我不管 他是他们的事 给我没关系 离婚呢 我不管他怎么样 必须他得给我 我是少使高桥 百分之年不能丢失在我的手里 不能把我来我手里失传 好 那我问一下婆婆 那我想问问你 当你的先生 一直把高桥当作是他自己一个终身的事业 和一个家传的手艺 我相信他一个人去踩高桥 可能也赚不了什么钱 您是怎么过来的 您是不是也能劝劝儿媳妇呢 我是站在老少这边吧 我支持他这个 我也希望他儿子能把少使高桥传承下去 因为传到他这边是第三代 他也是在困难当中度过来的 就是也希望 一直没把少使高桥丢掉 我也希望海南能 他有责任去继承下去 对不起 我刚才听到你说 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续传下去 所以这个海南不是你们两个人亲生的孩子 对 我们是厚到一起的 原来邵永生现在的妻子孙秀燕 并不是邵海南的亲生母亲 2011年因为特别喜欢高桥记忆 他与仍是仅仅三个月的邵永生结了婚 平时孙秀燕就帮助邵永生 安排各项演出的业务 成了邵永生的得力助手 你不觉得你的婚姻已经受到影响 你不怕我跟海南以后走你的路 我不管他 那是你的事 那是你不体谅 那你就不体谅海南 你知道吧 不是我不体谅 你现在就为了穿出这个东西 你又要让你儿子 现在海南听话 就是现在你结了婚以后 他听话以后 因为现在他已经结婚有了 你为什么给海南也下压力呢 我给他下压力 为什么我不敢下压力 我带下压力这孩子就承受不了了 不是说我下压力 你应该提论了 现在他已经结婚了 有女儿有妻子 少先生 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首先有一条 虽然海南现在不在场 但是双方都承认海南还是喜欢踩高桥的 然后那除了这一点 同时不还有别的同呢 我还看见好多双方特别一致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 都不问海南的感受 都不问海南怎么想 那第二一点是什么呢 是双方都是提要求 不用感受 就是只说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也不问海南要不要这个 我也不问对方要不要这个 第二点是什么呢 双方都愿意给压力 同时双方都发现 你怎么就不心疼海南呢 你怎么就光给海南压力呢 但是其实你们都在给海南压力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双方性格惊人一致 顺悟者昌 逆悟者亡 解决方式也就是只此一条 他们之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 比如说对于儿子来讲 踩高桥他就是一项手艺 尽管自己也很喜欢 但是无非是喜欢这样一个手艺来谋生 所以踩高桥对他来讲就意味着钱的价值 但是对于父亲可不是这样 对于老少先生来说 假如说没有踩高桥这件事 他的人生的整个价值感就坍塌了